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2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伟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彭博说 人民银行千亿就华融 第2个是中兴通讯工会主席 集资诈骗21亿 非常大 就是因为他非常大,我们再讲一下 文科生多会不会掉进 收入陷阱 这是 人民银行4月14号 出发了一篇工作论文 讨论人口问题 那么其中有一句话引起大家的讨论,我们也来讨论讨论 就是文科生 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那我们来先讲这个华融 新鲜热辣 那么当年这个华融集团的成立是因为 要处置四大银行的这个不良贷款 不良资产 所以成立了四家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其中包括华融 第1个是信达 第1个信达 然后呢现在华融他自己就有问题 他不能够按时公布 2020年的业绩 就被停牌,然后外界就盛传 他有千亿,上千亿的这个不良资产 导致他有债务危机 那么彭博社报道说 人民银行正考虑 通过这个一家公司叫 陈芳汇达 充当这个收购这个华为的这个白武士 那么收购华为 上千亿的资产 那么帮助他回归处置不良资产的本业 那彭博社说,陈芳汇达计划收购 华融部分非盈利的资产 这部分资产账面价值超过一亿元 1000亿元 但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方案和细节 那么一旦属实 华融渴望修复资产负债表 然后回归到这个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业 那么消息人士还透露,这个华融离岸融资平台,华融国际 就是 华融在海外的一个融资平台 那么 正在剥离数百亿元不良资产到华融海外投资控股 就等于把这个不良资产剥到另外一家公司去,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华融 只不过因为现在华融国际他有问题 改善,华融国际的财政状况不好 那么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大家怀疑他 他借的债,他的债券可能会出现违约 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华融的一些原来的一个 美元债只跌 就不再跌了,但是也没有升太多 陈芳会达,我们来讲讲陈芳会达 陈芳会达是2019年5月成立 他是谁的呢,他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去年3月份,景州银行陷入这个 贷款不良贷款的危机,就是陈芳会达 陈芳会达100亿 成为大股东,他现在是景州银行的大股东 以450亿收购 景州银行账面原来价值1500亿的问题资产 让这个景州银行起死回生 那么信达是什么呢,信达是另外一家AMC 1999年 总共成立了四家,一家叫东方,一家叫信达,一家叫华融,一家叫长城 那么华融的对口是谁,工商银行 那么信达的对口是谁,建设银行 那么 当时是说这四家银行 存续10年 10年就是把这几家 这几家这个四大银行的这个不良资产 处理完毕 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关掉了,当时的想法是关掉的 那么后来就是,后来就当然就没有关掉了,就是一直存续下去 甚至还上市 那么 当时成立的时候,其实人员最齐备的 是信达 其他三家的都是东拼西凑 信达是比较人员齐备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 其实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并不是人民银行掏钱 他只是用另外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来接 华融的坏账而已 等于是把这坏账从左口袋 拿出来装到右口袋,因为这左口袋 快要破了 那怎么办,装到右口袋吧 那么 标普 标普发了一个报告 说 这个报告影响很大 标普的报告说,华融事件可能会促使市场 当然讲的是国际市场 重新评估中国政府对国企 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公司的金融机构的支持 但相信中国会阻止这个局势 蔓延演变成为系统性的金融动荡 以免波及中国的主权评级 那么标普认为目前华融 没有 透露剥离资产问题的新进展,使得投资者 对他的信心更加脆弱 只要问题没有解决 华融可能需要依靠内部资源或者其他的资金 满足未来几个月离岸资金的需求 不过 标普相信中国政府最终会给华融支持 预计相关的资金能够及时的流向 这个离岸子公司的华融国际 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的 非常准确 中国政府其实承担不起 由于华融引发的一系列的市场危机 这个市场危机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市场危机的核心就是信心危机 信心危机 标准普尔说,目前中国的主权评级没有立即下调的风险 相信中国会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行动 防止不确定性的因素引发 系统性的金融动荡 预计这个金融稳定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华融事件也不会给中国主权评级带来直接的风险 那么 这里面有两个评价 第一个评价就是华融这件事情 他对国际市场有影响 是不是华融事件本身 直接带来的 并不是 并不是 华融这件事情老实讲 没太大 并没有太大,第1个 他只是延期公布 公布年报 公布年报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个重组方案 重组方案可能就跟信大有关系 跟那个承方会大有关系 只是这个方案还没有批准,所以他延迟公布 那么华融是不是说他有大量的 不良资产造成他有 债券违约的风险 我倒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风险并不大 他有很多的坏账,但是你要知道 这一类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其实更多的是资金的 资金的对接 他本身做的这个 资产投资并不多 所以他会有风险 但是他风险并没有那么大 这是第2,第3 对于这种级别,你想一下 真正 真正影响大的是什么 谁 海航这种级别的公司 安邦这种级别的公司,这真的影响非常的大 像华融这种 这种叫资金的中介,他更多的业务是资金中介的业务 所以他有多大影响,我觉得并没有多大影响 就是说 在中国这些 噼里啪啦的烂账当中 华融不算啥 虽然他 讲一讲资产规模很大 但是那些资产规模其实都是 空的,很多都是空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影响会那么大 这件事情影响大的原因是因为 之前累积下来的问题 其实 不断的出现,比如说 出一个安邦 再出一个海航 这些问题慢慢的正在改变什么 改变国际市场对中国这些企业的看法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政府对国企 和对这个国有金融机构的到底有多大支持能力 翻过来讲 中国政府他自身的财力有多强 大家开始怀疑 包括政府的债务的问题 政府自己的债务的问题 他自己债务就很多,他都忙不过来 他国企也好,融资平台也好,他们遇到的债务问题,政府有多大的能力 去支援他们 大家开始有问好 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到了华融的这件事情,这个看法就开始变了 所以 华融这件事情 有多大,你跟海航没法比 跟海航是没办法比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的看法就变了 所以华融这件事情的 重大的影响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人民银行要去救他 人民银行救他,当然不是人民银行掏钱 人民银行让另外一家机构,比如说信达 信达你来接 反正你也是做这个业务 这个安排倒是合理 不接 不接 不接让他破产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开始怀疑 怀疑中国金融机构或者国有企业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背景之下 如果人民银行不动他,让他破产 那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影响就是一个这样的影响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完,那我们大体上回顾一下 中国的大的这种债务的这个情况,98年,98年是谁 98年最大的是越海投资 越海投资当时是 91亿,92亿的负债 省政府,广东省政府 注资157亿 重组 把这个 把东江水啊电厂啊收费公路放进去 把这个越海投资救回来,这是一个98年,99年是什么广东 广东国信 广东国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借了多少钱 借了159亿 当时你现在看不多啊 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钱 那么130多家的这个 这个银行 国际银行 日本美国这个德国瑞士香港,130多家银行 广东国信破产,申请破产 申请破产的当时处理的是谁 王岐山 王岐山是后面站的谁,朱镕基 那么朱镕基打官枪,说我们政体分开 这个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这个不能够为国有企业提供 无限的责任 然后这些银行拿出来什么 拿出广东省政府的这个背书 就是保函 保证 他还不了我还 这个 叫什么,王岐山说 这个不认账,这个做法不对 违规 不认 最后就破产 破产以后 以后这个 从这件事情以后,1999年广东国信破产之后 地方融资平台再也借不到国际债务 因为没有人再去愿意借钱给他 然后是2020年河南永煤 还有华晨汽车 清华紫光 三家 债务违约 设计285亿 人民币 今年主要是海航了 321家子公司 重整 那么过千亿债务 然后是华融,现在就 就当华融 大概是这样 华融这个主题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讲讲这个中心通讯,工会主席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7年 工会主席,当时的工会主席叫什么,叫何雪梅 何雪梅呢 就干了一件事情 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集资 他是工会主席,他是70年出生 深圳人,深圳南山人,正宗的深圳人 9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97年 中心通讯 进中心通讯 2000年 这个担任工会主席 这个人呢,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你看他履历就知道 91年毕业 97年进中心通讯 2000年这个当工会主席 然后工会下面有两家公司 他做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中心通讯是个很大的公司,很大的国企 所以他这不是一般的人,而且他是 他本身就是深圳人 那么有点深圳土著的情况 然后他集资 累计这个干什么就是 累计募集资金21.19亿 那么 然后就 最后判了多少呢,判了28年 最后判刑28年 没收个人财产 2000万 那么 那 他是案情是这样 2015年 到2017年 两年期间 他在做这个中心通讯的工会主席 然后通过 通过微信公众号 还有什么核粉俱乐部 易秀个人微博 微信群QQ群 甚至他跑到这个用这个中心通讯工会的 中心一家电子商务平台 分26期募集资金 总共募集了多少 21.19亿 募集对象 八千八百一十九人 其中有四五千人是中心通讯的员工 那么案发之后呢 还有3921人 受害人 的资金没有退还 涉及多少呢,涉及9个亿 那么非常值得一提,我刚才讲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因为你看 案发之后呢,中心通讯 全部 垫付了没有清退的这个资金 就是那个9亿 中心通讯掏了 怕出事 为什么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如果这三千多人跑到市政府去 抗议要求这个退赔 中心通讯会有麻烦,所以中心通讯马上就拿了9亿 把这个钱垫了 那么这个人他怎么弄的呢 21亿,这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这一般的 一般的基金募资都没他这么厉害 两年21亿 他怎么弄呢,他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他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找那个中心通讯的人力资源部的部长 跟他说 把钱给我 我帮你投资 我的回报很高 这人相信他,最好,那我就给你30万,先给你30万试试看 30万转给他,三天之后 他把这个钱还给他,还了多少钱呢 32万7900块 三天时间 这个回报率是9.3% 算一下,年回报5万 5万倍 所以很多人就把钱给他 这就是这种方式 方式 然后呢他去干什么呢,这钱 21亿他干什么呢,炒股票 买理财产品 然后去投资房地产 就拿来干这个 股票他炒得怎么样 股票炒了亏损7800万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找人投资地产 投资地产亏了多少 亏了两个亿 炒股票 然后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 亏完了,1个亿亏完了 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乱七八糟,反正就是 好 东窗事发 还不上 其实这就是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 庞氏骗局 就是高回报,然后这必须不断的有钱进来,所以变成21亿 然后就去自首,自首之前 这个人 很有意思啊 先跟老公离婚 先跟老公离婚,协议离婚 怎么离呢 老公 真正两套房 一辆车归老公 孩子归老公 然后那个罗湖一套房归他自己 成都跟 这个叫燕郊一套房 和债务归他 离婚 服毒自杀,没有服 服这个安眠药 结果没死成,没死成就去自首 这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中兴通讯的工会主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兴通讯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你就知道 工会主席不是个小岗位 工会主席 在一个国企里面,工会主席算是公司领导 这个 虽然岗位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也是 也是不是一般人 这是一个,我们讲一下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子,你可以看到 国企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好,第三个我们讲什么呢 文理科生,文科生理科生的话题 我们上星期讲过一个主题就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有个工作论文 这论文题目叫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4月14号 出来 然后在网上疯传,我们也报道过 那么这部分的,在我们的报道中就没讲到这部分,因为我没看 我没留意这部分 他最后结论是这么说,他说 未来我国 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 空话 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 然后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 文科生太多 然后作者认为 由于这些国家的前车之鉴 中国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 应该重视理工科教育 这个话现在就网上就炒得翻天覆地 到底 然后就有很多人反对,说歧视文科生 有人说理工科生 我们来讲讲 他这里有两句话,其实这句话里面包含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 东南亚国家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是 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因为 文科生太多 我们先讲一下 东南亚国家有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 显然这个判断是基本上是错误的 东南亚国家是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增长最慢的国家是谁 菲律宾 30年间菲律宾经济增长了四倍 最慢的一个国家 像越南 缅甸 这些后发的国家增长速度非常的快 老挝30年涨了八倍 老挝 东南亚国家收入增长的都是比较稳定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马来西亚 泰国 人均收入全部都比中国高 那么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 定义上限的15000美元的这个定义,所以已经摆脱了 中等收入这个群体 所以你基本上看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东南亚国家有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没有 我们之前讲 拉美国家收入,跌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有一个 这个说法是2006年提出来 那么有些数据呢其实 其实有些旧 其实你可以看拉美国家的,拉美五个国家的收入,比如说巴拉圭 秘鲁 智利 乌拉圭阿根廷 他们的数据都很好 收入情况都很好 增长一直非常的稳定 只有两个国家 是不行的,一个是谁 一个是南非 一个是巴西 这两个国家 的确是在 的确是在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翻滚 其他的国家其实都很好 其他国家在 在这个持续 一个是 一个是,我看一下 阿根廷的波动比较大,但是其实你把这时间拉长来看 过去30年的时间 南美 拉美国家的情况 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总的来说呢 第一 东南亚国家其实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第1个 而且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五虎 东南五虎 东南四小虎 一个泰国,一个是印尼,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马来西亚,其实他们的增长的情况还是可以的 那么比如说像越南,老挝,柬埔寨 缅甸,这四国家增长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就 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巴西 一个是南非 这两个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文科生跟李科生,我是文科生啊 我要帮文科生说几句话 文科生李科生 怎么说呢 逻辑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逻辑的原因是 我理解,之前 就亚洲电台的记者来找我,我也跟他讲,他就 他讲的这个话的逻辑,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些国家他的收入开始上升 收入开始上升 但是他的产业链仍然停留在中低等的产业链当中 那么当他整个的产业在中低端的产业链当中的时候 他的利润就没办法支撑他现有的收入 所以他一直在波动 一直在波动 就是 上去了又跌下来,跌下来又上去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要走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 办法是什么 他就必须把他的产业链 产业链 往更高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推动 怎么推动呢 科技 就是你有更 更强的科技水平 你才能够往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这个上诉 你上不去,上不去你科技不行 那么你要科技 要科技得做靠什么 靠理工科 所以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个这样的逻辑 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 我在上一次的那个采访过程当中我讲,其实呢 这件事情 不完全仅仅是理工科的事情 因为你作为一个 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一家公司吧 一家公司你在运作的过程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谷歌 谷歌是一家科技型的公司 谷歌它有什么呢 它有工程,它其实 谷歌有五个部门 五大部门 一个是工程 工程部是干什么的 工程部就开发 里面是工程师 理工科的人 然后就产品部 还有什么,销售部 还有什么,法务部,还有财务部 一家公司大概是 一家以理工科为核心产品的一个企业 或者我们讲一个科技企业 你大概会有这几个部门 但你可以看 除了工程部是理工科以外 其他都是文科 其他基本上都文科 我们暂且把商科也算成文科 所以其实它不是说 你去开发,你最后做成产品的 做成产品是谁 谁来做产品 文科生在做产品 所以 其实它是需要什么呢 它是需要文科跟理科的人员 一起配合 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说到底谁重要,谁不重要呢,谁都重要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木桶理论 就是一个木桶有18块板子 你把它固在一起加个底,变成一个木桶 每一块板子都必须很长 你才能确保它的水位 水位是由哪个决定,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 这是木桶理论 所以没有谁是不重要的,都重要 当然你说工程部门重要吗 它是个核心部门 但是这个企业的灵魂来自什么 来自于它的理念 跟你说谁重要 所以呢 我们讲讲美国,美国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基本上科技生态 全球的科技生态 在美国 所以美国的科技很发达 那你讲,我们讲一下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 美国,美国有创新吧,有创新 他理工科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商科占29% 商业很大 很发达 然后文科占多少,27% 理工科 这个理科占多少,占3% 医疗科技占17% 工学和计算机占14% 艺术、新闻、媒体占5% 农学占1% 那么教育、心理学、社会学 文学占27% 你从这个比例来看 文科比理科多 比理科多得多 所以 他大概的情况是 商科 比这个工科 工科是14% 商科是29% 将近一倍 那么排名第2的是文科 那么然后就是 工科 医疗工科 医疗工科 文科比工科 相对于文科 相对于工科来说,文科多得多 美国的教育系统是这样 你翻过来再讲中国 中国是个非常重视理工科的模范国家 你看看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的结构 中国教育结构是工学 占39% 管理经济占18% 理学占8% 那么文史哲占18% 艺术占3% 医学占10% 农学占4% 也就是说中国的 工科生占39%如果加上 理科的话 已经超过了45% 那你已经超过什么 文科 商科总科都没有太多 文科加商科36 商科加文史哲 36 中国是模范生 但是中国还是不发达 中国的科技创新还是不行的 所有的尖端科技全部都在美国 可是美国的文科生 比理工科生要多 那么历史上来说呢 苏联是怎样 苏联就是 重理工 清文科的 教育体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是说文科生很重要 理科生不重要 不是这样 其实 文科理科 文科生跟理工科生 都很重要 工科很重要 理科也很重要 基础科学非常的重要 所以没有一个是不重要 但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中国的文科生还是太少 不是太多 好吧 我们大体上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议论 我们就不讨论了 不讨论 中国的这个文理分科的水平 基本上是 跟苏联的时代 跟苏联时代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OK 提问 王先生相信一个工会主席 有这样的能力搞出如此规模的诈骗案件吗 不知是个 是个人假平台之名 还是平台假个人之名 受益者多多 背国者聊聊 这个 这有没有内情 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看到的案情显示是这样 这是判决书上面的 如果你有 你有内情跟我们说一下 好不好 猜了我就不猜 猜测的事情我不做 我们可以去分析 我可以分析两点 这个案情我可以分析两点 第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为什么 这么短时间就干到工会主席 我不相信 他有这个本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国有企业 论资排位爬上去有多么困难 在这么短时间上的工会主席 不是一般人 这是第1个 我分析得到 第2个 出了事以后 这个中兴通讯马上把9亿先垫付了 这个 这个肯定也不是一般人 也不是一般人 那 当然他是本身他工会主席嘛 单位 也是属于他们单位领导 所以他垫付有这个因素 但是不完全这个因素 肯定也有背景 这个人肯定有背景 那中间是不是谁讲谁的名义呢 没一句 我猜不到 观点 在中国大陆 这些年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都是社会学科的代表人物 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独立研究 首先让他们自己醒目 接下来继续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唤醒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 这些人是CCP的眼中钉肉中刺 反之 因为缺乏逻辑教育 学理工科的人又没有对社会和历史的 研究和思考 更难发现真相 两相比较 也许中国政府更害怕有专研精神的文科生 有两点 就是第1个 你说的这个我不反对 我觉得成立 但是相对来说 文科生的缺点是什么 文科生有优点 文科生的优点是 视野开阔 他面对的面比较宽 面比较宽 他容易把事情联系起来 我讲新闻是什么 新闻就是 你去发现A和B之间的联系 就是新闻 所以文科生 他善于什么呢 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因为他 涉猎的面比较宽 理科生 或者是工科生 理科生 他们挖的比较深 他们会专注某个领域 然后往下 往下挖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所长是什么呢 文科生 我说面比较宽 短是什么呢 短就是浅长则止 就是 因为 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 注意力是有限的 当你注意这么大的面的时候 你往下挖的时间就有限 所以他挖不深 那么工科呢 他面比较窄 但是挖的比较深 挖的比较深呢 他对某一个领域 他会钻的比较透 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 当一个理工科生 他在某一个点上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 他专门做什么呢 他专做一件事情 他就研究什么呢 研究地图 中国的地图 各种地图 他也是媒体 但他工科出身 他就搞各种各样的地图 到处搜集地图 研究地图 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 只要认真去做一件事情 持续的做 面宽也好 挖的深也好 都是好的 都是 你说我又挖的深 面又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一天就24小时 弄出25小时 所以呢 中共害怕的是什么 中共害怕的是不听他的人 就是 不听招呼的人 中国有大量的那种 就是我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共一招呼 大家都不做事 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 不听招呼的人 不让说 还得说 还就要说 这种人他最害怕 观点 中国社会除了政府和党组织之外 没有任何社会组织 没有NGO 教会 行会 没有这些组织 文科的土壤大大缩水 什么情况 不理解 为什么 跟NGO有什么关系 文科 我没有理解 你能帮我再说两句 让我理解理解吗 观点 首先 中等收入陷阱无关文理科 其次 没有文科 人文科学的伦理指导 理工的作恶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最现实的故事就是武汉病毒 世界性的传染 让世界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 无论这个病毒是否无意间泄露 观点 靠科技提升工业生产水平 靠理科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企业的发展 是综合实力的体现 不是哪个个体的力量 非常正确 情况 苹果的贾布斯 就是个文科生 OK 观点 好几年前我听到过一个和政府打交道的人 政府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人读大学 读了大学就必定想去追求更好的工作环境 更高的薪资 所以政府想要的是廉价 不抱怨的劳动力 配合之前唱的2025制造业升级计划 其实政府是希望大部分人 都去做廉价的产业工人 做产业工人 如果大家都去做产业工人 你怎么产业升级呢 你怎么去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这个人的看法 我不完全 同意 政府希望什么样 跟社会发展 是有 政府要跟着社会走 我们现在还是 我们经常觉得中国有今天全靠共产党 我还是那个看法 没有共产党 中国会更好 对 共产党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但是 中国并不是因为只有共产党做对的这件事情 中国才有今天 不是的 也许没有共产党 中国可能做更多对的事情 会有更好 理解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觉得 中国其实发展到今天是必然 为什么 那么多人 饿得嗷嗷叫 都拿着 都拼命的去干活 这么干活 全世界 全世界你说有这样的 这么大的人群 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下来 不应该有这样的结果 理论上应该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 政府 所以很多 中国人被中共洗脑洗成什么呢 觉得 政府让这些事情发生 其实不是的 如果没有政府 这些钱还在那 由私营机构干得比他还好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 观点 中国不重视文科原因之一 原因第一 就业岗位太少 第二 文科意味着思想文化的创新 一旦联系到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想 对中共来说不是好事 中共不允许这个方向进行创新 所以 自然压制 限制 这个方向 在他们的范围内创新 现在连大学的文学方向的研究都限制 哪些西方的小说可以研究 哪些不能研究 非常正确 情况 欧美国家 早就意识到 学科交叉的重要性 向生物学 生物学科与电子学科和机械 工程学科的合作 就在医学仿生机器领域出现了创新 未来的世界 学科交叉会更多 非常正确 观点 文科理科都是相辅相成的 文科生缺乏 会使用文明 会使文明倒退 合理的社会制度会受到抑制 创新就缺乏动力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后才有工业革命 观点 我希望没有文理科之分 哲学的本意是 爱智慧 是研究普遍的 基本问题的学科 包括存在 知识 价值 理智 心灵 语言 这些领域 胡志说 凡研究人生切药的问题 从根本上着想 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 无论文理都应该这样 最重要的是 爱上智慧 爱上思考 OK 观点 以文科的思维来看 中共洗脑模式 比如把勤劳定义为美德 把善良污蔑为 污蔑为圣母表 以理科生的思维来看 中共的洗脑模式 比如A等于日本 B等于核废水 无限循环A等于B 韭菜一看 一看到A就想到B 一看到日本就想到核废水 OK 情况 工会主席在一个国企的排名一般 排在第六七名左右 排位很高 负责员工福利 退休等事务 不在权力核心 但还算可以 那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 短时间爬得这么快 背后想象空间很大 非常正确 我就是这样觉得 但是没有时间去挖掘 提问 腾讯近期投入500亿 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 创新部 请问王先生怎么看 这就是一个投名状吧 就做一个 拿出一些钱来 干点社会公益 来解决这个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观点 学术多样性才有创造力 如果一个国家只重视理科 为了找工作 看重眼前利益 基本这个国家完了 非常正确 你可以看现在的大学生 都在干什么 基本上选学科的主要方向是就业 就是 选学科 报 报大学 只考虑一件事情 就业 挣钱 怎么挣得多 这是第1个 第2个 大学4年级基本上在找工作 大学4年 总共4年 第1年懵懵懂懂 基本上完掉了 刚刚从考大学的巨大压力上释放下来 这1年基本上就过强 第4年 全部都在找工作 实际上中间只有两年时间 第1年还包括什么 什么军训啊 这个那个 中间只剩下两年时间 所以你看中国大学4年 真正学的时间只有两年 然后就是找工作呢 那你看一下 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什么 吃饭 中国现在还在围绕着 吃饭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 观点 中国企业里 国企吧 工会主席属于富长级 每个人工资里扣的福利费以及工会会员费都由工会负责 企业里的所有福利都由工会主席负责 本人在企业工会工作 工会主席的号召力相当大 OK 对 管福利啊 福利是利益 有道理 提问 今天听到英国减少给中共援助95% 而且很多钱的国家 到现在还在援助中共 日本援助最多 但是也听到 他们国内老百姓几乎不知道 好像也没有受益 普遍恨变全世界 继续唱反调 中国人知道的话会怎么想 其实都知道 这件事情早年是不知道 这两年都已经 这件事情已经传开了 都知道 不知道 装傻 大部分是装傻 但是我觉得装傻可以理解 如果你还在接受别人的援助 这种心理落差多大 理论上我们大国崛起 我们是援助别人的 还在接受别人的援助 这个会影响 心理的优势 所以装傻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这个行为 不奇怪 我奇怪的不是中国 我奇怪的是这些 其他的国家 像英国 日本这些国家 怎么还在援助中国呢 我觉得对他们的行为 我觉得有点 不解 对吗 特别是日本 你想天天在钓鱼岛 天天在收拾你 你为什么还援助他 我不解 观点 这几天印度的感染人数 飙升 几十万一天 虽然像希特勒这种 党是一切的领导 疯狂寡理模式下 令天下侧目 但像印度这次 明明知道放任这次一年一度的宗教聚集活动 会带来重大灾难 但政府 竟然放置任职 应该谴责 人类社会有很多 很多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其实是非常的不同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社会 大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大家生活方式不一样 直接导致的是什么 导致我们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会导致你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 你比如说 很多中国人会不理解 你明明知道搞一次这种大规模的 宗教活动会带来一场灾难 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搞 你在中国直接就 连你这个教堂都给你拆了 活命第一 但是连印度不一样 印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他愿用生命来换取这个行为本身 你理解吗 你不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印度人 就像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人 我就是不想戴口罩 我就不愿意戴口罩 为什么 我就是不戴口罩的人 你理解吗 你不理解 为什么 你不是他 就是愿意戴 人类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作为中国人 特别是作为我们这种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 学习看到和你不一样的人 学习 允许 别人跟你不一样 这是中国人非常非常需要 学习的东西 就是 允许别人跟你不一样 包括这个一样 包括印度这个 我其实我 我是不理解印度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理解 因为我不是他们 你说你去理解这件事情 那是吹牛 但是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没有人是傻瓜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傻瓜 中国人老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没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傻瓜 有些人在某些方面 你看上去他的行为非常的不智 但其实他背后有你不理解的理由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这么看 观点 中国的教育什么都教 但最重要的两件事不教 一是做人 一个是赚钱 提问 台湾海底捞火锅店 装备大量的摄像头 并把数据 资料传回大陆 请问王水这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意图 如果我不 不用恶意去推测 他们海底捞呢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一个顾客行为分析的一种 系统 通过这个顾客行为分析去帮助他提升营业额 我不从恶意的角度去分析 因为如果你仅仅是收集这些资料 你从国家安全也好 从那个 从这个 从那个间谍行为也好 没有太大的价值 因为你没有特定对象 没有特定对象 你拿不到特定的资料 你光 光进行这个摄像没有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但为什么还这么做 我不理解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之外 我无法理解 把这数据送回 你就以火锅店 你还能怎么样 你有多少数据 大数据 你得有大量的数据才能进行 大数据分析 我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 除了这个以外 我解释不了 情况 前两天 昔日的上海首副周振毅 出狱后大半60岁授验 邀请东方卫视六名当家主持 也不算当家吧 事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迅速做出指示 禁止这六名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 情况是这样 第一个 周振毅办寿宴 大办寿宴 海派 这就是海派 你看到现场就知道 这是海派 海派要什么 要场面 要场面 那么请了六位主持 请六位主持其实并没有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视频 发酵 发酵之后 东方卫视不让这六名 其实里面只有一个主持 一个主持 两个主持 不是六名主持 不全是六名 不全是主持 是六名东方卫视的人 有两名 两三个是主持人 其中是有一个是当家主持 另外两个并不是现役的主持人 提问 当年的周振毅案件是否跟陈良宇的政治斗争有关 当然 突破口 陈良宇的案子 突破口就是周振毅吗 周振毅那么搞掉 跑到香港去报明星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鸣谢Helen 请老师喝一杯咖啡 谢谢王老师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rouge 明极月 明镜月 明镜月